又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騰訊的業績新鮮熱辣 我錄音的時間剛剛講得及出來 計算一個很粗略的數字 新一季的沈大師講投資又再需要大家支持 我們先賣高白 如果要支持我們 覺得過去兩季 可以幫到大家 慢慢增進財經的知識 做多一點的分析 不要讓市場左搖右擺的風 怎樣來怎樣去 請繼續支持我們沈大師講投資 我們D100網台的節目是一季的 13集 每季就收$450 有興趣可以去D100.net上網 那裏登記就給錢 另外如果你想親身來的 去上環地鐵站E2出口前的 專門店就在那裏登記 很簡單就可以了 早點去 因為過往很多次 大家開了才去登記 因為我們需要三多天去處理資料 所以早點登記 新一季應該是6月第2個星期就開始了 先講講騰訊的業績 因為我出來的時間 臨臨出來前才公佈 很快就做一些計算 究竟騰訊的業績 大家想想好還是不好 你在外面聽到比市場預期的好 因為市場就預四成的增長 現在的盈利 如果是股東應佔入利 就大約是61%的增長 整體收入是48%的增長 毛利率也有改善 這就是今年的第一季 和去年的第一季比較 但記住 去年第一季王者榮耀開出後 真正的增長高峰期是在第2、第3季 所以我們 不能單單用今年第一季和去年第一季比 那就算是收貨 也不能說市場預四成 你現在六成多的增長 更加收貨 因為你要記住 去年第一季的基數 和第2、3、4季的基數已經差很遠 我們要看的就是 它的增長動力究竟是不是已經慢了下來 很明顯 第三、第四季 顯示到增長動力已經慢了 不過這一季也不能說差 這一季真的能做到上升的動力 我主要先從三大收入來源 我先計算收入 不是說盈利 因為我們分析的時間看 第一 它生意會不會做多了 盈利裡面涉及到另外很多複雜的東西 我們要再仔細看 如果首先從增值服務方面 它收入是468億 裏面287億是遊戲 180億是社交網絡媒體 造成怎樣呢 如果跟去年比較 單是增值服務 跟去年同季比較 就增長33.5% 3乘3 網絡遊戲增長26.15% 這是收入 但是我會跟上一季 即是2017年第四季比 如果跟第四季比 增值服務的收益增長17% 網絡遊戲增長18% 即是說這個收入 是大約1乘7、1乘8的增長 廣告收入 如果跟去年比 就增長55% 但是跟2017年第四季 即是對上一季比 是倒退了13.5% 其他就是雲和支付 這個是在對上兩次業績 大家記意很大厚望的項目 今年跟去年比 當然有幾好的增長 但是 跟上季比 只有13% 所以這個 反映出來 總收入 只是收入 跟去年比較 有48%的增長 同 對上一季 環比比較 只有1成的增長 記住 是1成的增長 好了 我們再做小一點 看看一些盈利的數字 盈利的數字 比較就是 收入跟去年第一季比較 同比 就是48%的增長 毛利是46%的增長 利用就是61% 純利就是61%的增長 好了 如果我們跟去年第四季 就是剛剛對上一季比 收入就是10% 毛利就是17.6% 經營日利就是19.3% 而股東應佔日利 就是扣除其他東西 大約11% 如果我們用非會計總值 即是扣除很多折舊 或者會計帳目上的增加 在 非會計總值中 跟去年第一季比較 就是28%增長 不算高 如果跟對上一季比 只是4.9% 跟去年第四季比 就是4.9% 很明顯 第一個感覺 今年第一季 比去年第四季 是做得好 這個事實 以及 網絡遊戲 收入的縮減 從倒退情況變成增長 不過這個增長 如果跟季度比 不算多 17% 18% 扣除所有其他東西 盈利 增長 只是一成左右 你想想 第二、第三、第四季 都是一個高基數 以現在的季度增長的速度 理論上 全年的盈利大約 20%增長 即是保持現在的現狀 除非有什麼 我們最重要是看著他 就是 他會不會有催化劑 新的催化劑 令到他的盈利 崩升上去 除了舊的命令到 舊的維持到 他會有新的催化劑 究竟 現在的遊戲 乘乘車 吃雞 究竟能否將他的收入 再推上高增長 高峰期 你要記住 現在的基數不是在這裏 是在這裏 你要再高一層就是這裏 這裏的增長 能否做到 就是很大疑問 假設做不到 仍然保持全年10-20%的增長 你們要考慮另一點 騰訊現在的股價 用舊的PE計 就是40倍 你覺得 一隻股票 如果全年的盈利增長 都是10-20% 值多少倍PE 可以將股價炒到多少倍PE 這個 就由市場決定 當然 就是說 騰訊就算 他的股價再 衝上去 因為你沒有的 今天打來打鼓出來 就是業績比市場預期好 遊戲的收入又恢復增長 也是那一句 遊戲收入到一個位的時間 你再增長會有多大呢 會不會做回去年和前年比較那種四五成的增長呢 如果不會的話 你怎麼值 炒上去四五十倍PE 五六十倍PE 今年第一季 和去年第一季比是六成 但你記住 去年的第四季和前年的第四季比是增長七成 即是 今年的第二季和去年的第二季比 估計都是大約一成 如果這樣的情況 全年計算 我當你15-20%的盈利增長 會不會值到四十倍PE 如果你說要炒上四百七十塊 即是六七十倍PE 十多二十個增長的公司 能否做到六七十倍PE 自己去想一想 我就不建議大家太高去追 你說短炒現在 騰訊我自己估計 在Wing 櫃上面 我想是四百一十五 至四百二十五 下面仍然還有機會 試上三百八 三百六的位置 在Wing 櫃裡面先炒上 但你叫我買騰訊來持續 我這些位置一定不會 但你叫我沽去嗎 我會 後位去做 因為我那些就在高位 對上一次業績 三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四百七十多 四百六十多 開始沽下來了 中間有吃下走下 移動一下 這些我想是可以的 騰訊很快說 因為這個 真的不知道等不等到 所以我準備了市場的時間 已經預計了一個小時說 現在就看看我們究竟市場是怎樣 突然間一個星期 全部變好 兩個星期前 因為市場一面倒去淡 多了人跟我們淡 所以就造就了一個夾倉的機會 結果市場就由 29800的位置 夾到31600 都夾了一千七八點 但是今天 突然間又有些轉變 有什麼轉變 我們看看市場的焦點是什麼 利好利淡 很清晰放在這裡 其實利好的因素 為什麼上星期可以由低位這樣產上來 除了因為太多人做紅症 街貨多之外 太多人看淡之外 最重要是市場就開始一夾之後 大家就相信一件事 A股進入摩子 因為 早兩天 出了一個list 就說 究竟有什麼 A股可以 納入 MSCI 新興市場指數裡面的成份股 推動到大家覺得 這樣就是A股會爆升 港股會爆升 譬如建行進入了A股 香港就買建行來等 很多人這樣想 亦有很多人出了名單之後追貨 傻 這次A股入摩 被動基金要追多少貨呢 34億美金 即是說人民幣 200億人民幣 那 你內地A股一天的成交勁的時候 都過萬億 平時都六七千億 你買200億貨 半袖搞定你 重點會和你拖得很高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他是買A股 不是賣H股 關H股什麼事 他兩者不可以互相交收 你不會想著你做新興市場指數基金 你買H股 炒你一兩天 豈不是又跌回 這個因素 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基本上出了名單就沒有反應 你還說6月1日 6月1日浪費了 第二件事就是 在上星期六日 特朗普在Twitter講關於中興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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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了兩個貼文 我把他貼在Facebook 亦都解釋過 老實 他會否真的這麼好心 擔心你們中國 如果中興有問題 你的失業率很高 跟著為你好 但是 他不會讓步 他是告訴你 我現在讓你解決 這個波就在習近平那裏 習近平你要就範 跪低 你要喪權 欲國 接受我的條件 這樣我就會 解決你的中興的問題 等你 不用讓我擔心 你的失業率有問題 浪費了 如果以中國來計 犧牲一間中興 寧願 都不想阻礙中國 未來5至10年的發展 你要讓步2025 沒有可能 這個 當然我未必說得對 但是我上個星期跟大家分析的時間 我都講過 貿易戰是不會解決那麼快的 因為這個是兩個強國之間 對等的一個博弈 在這個博弈裏面 出來談的人 在背後面對 或者當時的領導人 是要面對著 背後的反對黨的攻擊 話口未完 昨晚美國國會裏面 反對少數黨的領袖 舒寧 加上民主黨 即是反對黨的議員 聯署給白宮 他就說 特朗普如果你放軟手腳 對中興的制裁軟化 你就違反了你競選的時間 美國優先的承諾 即是夾著你無法退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同樣我相信習近平也會面對這個問題 另外 利好的因素就是因為美朝會面 大家覺得北韓 建完南韓在開完會 金正恩和文在寅握手 笑得很面容 歡唱 然後會和特朗普會面 又是同一時間 市場夾得高一高 金正恩取消了 今天在板門店和南韓高級代表團 兩者的會面 兼且傳出就是 可能會取消和特朗普會面 是否整場戲 大佬在低位就這樣夾了上來 然後在高位 沽兩天做了倉 美股回少少 港股回少少 就說這個News出來 夾上來就靠特朗普在Twitter 鐵文說要解決中興這件事 上來就要沽回頭 就是美國國會議員加上金正恩 我一向都說 有些人就說 這次中國就糟了 美國強了 中國要跪低 我沒有政治立場 我只是從正常的分析去看 第一 其實當日 出現了美朝 會面這個安排 之前 金正恩是不是去過中國 很多人就說 北韓背叛中國 會和美國撕一堆 圍堵中國 想想 他說答應 特朗普 之前是不是 暗地裡 去到訪 北京 見一見習近平 就被人拍到出來 接著就公佈 這一次 講這個 取消會面的 決定之前 是不是又是見了習近平 其實很明顯 北韓仍然靠攏著中國 而習近平會利用金正恩這個棋 做籌碼 會繼續玩回特朗普 所以有時候 記住 政治的博弈不是那麼簡單 看表面 你看 美國出那麼多聲 包括 制裁你 包括 說要放你一馬 到今時今日 美國代表前 去完中國之後 到今時今日 中國有沒有出過聲 習近平有沒有開過口 一直冷定去看 這個就是高低 所以 不要那麼簡單 就覺得貿易戰沒事 所以這三個利好因素 其實是很無厘頭把市場夾上去 當然 可能我最後錯 真是最後A股入魔 然後全世界外資基金衝入到中國去賣 但是在現在的客觀環境 外匯的角度各方面 我覺得不相似 可能 習近平會 取消對大豆 美國那邊入口大豆的限制 來換中興 但是這件事 我相信 在中國內部 做這個決定 應該 周圍的攻擊會很大 我也不覺得 機會那麼大 反而是取消金正恩和特朗普會面 我覺得是機會來的 所以你見過市場開始偏遠 昨天開始已經先跌了 接著出這些消息 今天再跌 利膽因素 債息上回3.09 美國10年債息上了 這也是一個因素 令資金流向會轉變 另外美會繼續升 接著新興市場 會價第二波的倒楣 開始來 不止是土耳其 不止是阿根廷 印度、印尼 還有其他新的國家 我上個星期給了四幅圖給你看 你回去再看一次 去上網查 你會發覺情況 已經是一個蔓延性的去做 香港暫時沒事 但是香港加息壓力越來越大 你見今天本地的銀行股 其實表現很差 因為匯豐出的業績已經反映了 息差收窄 現在未加息 所以息差要窄 因為他加了存款利率 接下來 如果銀行這樣要搶存款的話 接下來下一波 就真的要加P 到時經濟股市是怎樣 我們真是不知道 所以 利淡的消息沒有變 繼續存在 休息一休息再來 但是利好的消息 又用盡了 兼且最後結束的結果 並不是大家預期 那麼好景 那麼樂觀 這個時間 你看看市場是怎樣的 當然你說OK 如果明天升 這些不是廢話 不是 你記住這些 最終的結果 但是 短線要夾一夾倉 要夾一夾倉 是不難的事 最重要就是 你捕捉短線 看著圖 看著盤 可能會中 但是 命中率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 當中背後隱藏的空險 你能否算得到 你能否防備得到呢 所以有時候 你看到大局清楚的話 你的進退不會失據 起碼不會亂買東西 是不是 否則 騰稅470 405件 一抽的 420 430 多少人 買了在這裡綁住 440 450也不少 就是業績之後 上一次業績之後的第二天 是不是 我們開始看雲觀一點 今天講得比較急一點 因為時間比較擠迫 我們看一個美股 道指 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我記得 應該都在市場上 我們第一個講的就是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照畫下降三角形 然後很多人已經說 突破了 突破了應該是大星 你是突破了三角形 但是大星還要看中線的波動 你看 黑色線就是下降三角形的下降軌 紅色我畫了三條線 其實在這裡 正正反映到 過去兩三個月出現一個橫行的大型上落波幅 他沒錯 就是突破了一條下降三角形的下降軌 但是因為他不斷下降 要突破 不是難事 可以你都當後抽 因為整體的方向沒有逆轉道 只不過沒有那麼悲觀 沒有那麼危險 上面 道指24,800是阻力 下面 23,200是支持 中間有一條線 就是24,34 其實是波幅上落 暫時道指 你當是上落市格局 先走波幅 先走波幅 未那麼快可以爆到下去 因為現在的美資資金正在返回 但是也不會能力 我記得近期很多人都問我7,322是怎樣 7,322是我 兩三個月前叫大家買的 當時道指創新高 上到兩萬六的位置 然後我就叫大家買 買第一口應該贏錢 然後沽了下來又上又下 我們看看 有一隻 就是7,322的圖 其實我圈著那兩個位置 應該是我叫大家買貨的入市位 你見啦 升上去的 12.5的位置 又下來又再上 當然如果有部份做短線的 你可以炒這個波幅 但是你說第一柱第二柱入了 現在要不要輸 不用輸 這隻 是一隻叫做逆向ETF 交易所交易買賣的基金 主要是追蹤S&P500指數 看它下跌的 所以這隻 相對於那些窩囊牛紅症的槓桿是低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們學投資 如果我們看大浪 我們真的看大浪 我們真的看來周期的大浪出現 這隻我建議大家可以考慮 但是它的幅度和行的速度 一定不夠窩囊牛紅症 快 這個你自己看 我這個節目說明我是講投資不講投機 所以現在入場是暴了一個大浪 未來是一個大的跌浪 這樣 千萬不要 因為這樣你就走去炒牛紅症 我倆重要的那些 很貼的那些 那些 是另一個環節 那些將來有機會我或者在這裏教大家 但是起碼這個節目我希望 就是說 定位了就是教大家一個大的周期的投資 一個宏觀的視野 老實說這次的周期如果你掌握得好 現在你 持有足夠的現金 等到那個日子出來 你 就是會是未來十年 財富 這個是這樣說 未來一年的財富大轉移 未來十年順風順水的幸運而 真 不要急於一朝一夕說我今天要炒贏多少 明天要炒贏多少 炒一炒就不夠一局輸 是不是 你開始看到了 慢慢會看到 所以來說 我們是要看一個大浪 希望一個好位買了貨之後 坐好舒服地慢慢坐上去吃大浪 那麼 732 就是看美股下跌的大浪 我相信5月底 6月投資 近來的兩三個星期 上下跌之後 美股和港股都會向下沉多一級 那一刻這些7322 就可以有機會有糊食 好了 現在環球面對著美元上升 導致資金流向的改變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美匯指數的圖 這幅圖 這次我印了周線圖 之前又給你一些日線圖 是不是 下面低位橫行那裏 就是 紅色線下面那條底部 88.4 在那裏是不是我一直叫大家 在這些位置 後低級美金 沽其他東西 外幣也要沽 港幣也要沽 然後 今個星期第四個星期 四個星期前 出現突破上91 接著 扯上92點多 停一停 再扯上93 這些位 已經是近這一年的高位 這個美匯指數 我覺得第一站先看94 94之後 還有機會爆上去 不過這個見機行事 到時 逐段去看 美金升 金價跌 這兩個星期 很多人問我黃金 有些是1322的位置 我叫大家先拿著一柱 有拿著一柱 現在怎麼辦 要不要止虧 還是追貨 第二 就是我沒有貨買 兩類都很平均 不像股市一樣 混貨為主 其實金價我講了很多個星期 我們看看黃金的圖 金價我講了很多次 上星期有比較 黃金的橫行區在頂部 上星期沒有向下突破 但是美匯向上突破的低位 理論上會拖金下降 但是你看到過去四個星期美匯升上去 金價也下不到1300元以下 直至今天才打穿 OK 今天打穿之後 還是1288 1292 如果 上面1322有貨 這些位 未必是最安全的入市位 他可能試一試1280 1227多 那一陣在那裏你就可以追貨了 一直是這兩個星期 有人問我 想追貨 不夠貨 等多久 在哪裏 沒有耐性 另一邊就問我 買了嗎 怕不怕 大跌 不是大跌 一三二多元 現在跌了二十多元 當然如果做了槓桿 你自己要想想自己的實力和財政的風險 如果沒有做槓桿 只是買實金 買銀行的紫黃金 那你不用怕 真的找偉扣 不過我就想1280或者留下 才能再扣到一柱 金就長遠 在未來一年至一年半都是看好的 我記得也叫大家 如果你們真的不熟悉 又免得到銀行 再另外排隊 買些金幣 或者開紫黃金戶口 你可以在股票戶口 買一隻 2840 黃金ETF 買這個黃金ETF 是可以 等於追蹤黃金 你看到那個波幅 現在是處於近期的低位 當然這個是關鍵位的 963 如果穿了就會扯下來 下面我畫了兩條比較幼的線 就是這些支持位 也是趁低吸納位 慢慢儲存 兩三柱 這樣就等它爆上去 因為落得到這些位 就好很多 我們第一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第二次我會說 接下來的市場的策略和瑞盛 用瑞盛作為例子 在大師 投資教室裏面 教大家分析股票 概念和分析 騰訊一樣 我們去去過 接下來的市場 非常兇險 十面埋伏 中 中